大家好 各位读者大家好 我是Lawrence 欢迎回到我的长盛投资频道 最近有两个星期没有拍片和大家见面 试园忘记一宗大制作 这宗大制作 早两天终于在新闻出现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 究竟有什么投资机会赚钱 今天先不谈股市 先谈谈楼 因为我做了一宗大交易在楼市里 很多人都来问我Lawrence你搞什么 想什么 会不会赚钱 这个时候为何这样出手 不妨用我这条影片和大家聊 究竟最近楼市投资 想什么 做什么 事不宜迟 马上说给大家看看 最近刚刚 有一宗成交 小弟的 二手成交 尖沙咀楼 尺价低见7250元 新买家 床家正我 比同区和雷物业低水近四成 买了眼前的这一栋楼 这些全栋楼是106和108号的 阿士顶度 我不是买了全部的 是紫色这边和黄色窗这边 连地铺 这总共买了多少钱呢 Total 就买了 新闻也有说了 Total 我买了 1.5个亿 1.5亿成交 给大家看看 平均尺价是7250元 留意 连铺铺 7250元 很明显 楼上是住宅 楼下是铺位 铺位的尺价 当然不止7000多元 所以整体住宅的部分 应该是拖下的 稍后给大家更新 现时也有租秀 现时 每个月 现在收到超过60万租 一个月平 现状 未全数租出的 如果全数租出的 我们目标的回报 来到差不多6厘了 七十几八十万租 希望目标有这个租金 也相当不错 再看看我另一宗新闻 就是说李俊 就是小弟上司公司的 8360 小弟本人和上司公司无关 我们自己的私人家 连同我的朋友 和一些身边的 紧密的投资拍档 一起去买 不是全数都是我的钱 不是 我们够训 好了 这个就是 扶世彪家族 即是对上一个业主 亏了53% 当时是3.3亿买回来 在2019年的时候 连责费等等 差不多到3.3亿 虚幅高达53% 也挺夸张的 看看 这一栋就是物业 还挺漂亮的 当时上手业主买完之后 有些翻身过的 有些黄色的窗 整栋又执过外墙 然后租了给优质租客 牛奶冰湿 生意都挺好的 好了 看了一些新闻 说一下 这个扶世彪家族 一些 我知的一些资讯 想和大家分享 这个人称木器大王 在几年前 几年前 不久了 192020年 全民 是100亿资产 100亿资产 以上的人 很夸张 那时候他们持有了很多物业 包括有什么呢 包括在哪里呢 包括在山林岛 除了这一栋之外 在山林岛有一个叫山林舍的地方 都是他们的物业 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是什么呢 在广东道是有一堆店 在广东道的Apple前后的店 据闻都是他的 那时候就说 文说租了给Hilgo Boss 一个月一间店是800万的租金 夸不夸张呢 你有没有幻想过 睡着觉也有100亿资产 那时候呢 当然啦 市道也好 旅游业也好 暢旺经济也好 那时候收租收得很夸张 于是乎 我听闻 做了很多杠杆 借了很多钱 继续去买店 将资产增值 希望是这样的 我想都没人猜到 后来是不是有些社会事件 COVID-19 旅游业有下挫等等 令到这些高租金的广东道铺 租金不在 文说现在 跌到20万而已 800万 跌到20万 跌了780万 租金 可能当初是如意算盘的 真的打不響 想着用现金流继续杠杠 结果借下了很多钱 不但还撞着加息周期 所以当初计算的数据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被受着银行的压力 要将很多物业加速卖 然后还钱给银行 所以有这样的机会 在尖沙咀核心区域 也有机会 由我们这些 普通人 可以试试买一买 所以有点买卖背景给大家更新 另外想和大家分享 这件事的想法 为何会买 租金等等 如何分布 也想和大家看看 停止分享了 再来另一个画面 我和大家看看 当时我们是一个地产经纪朋友 给了一些资料 也想和大家更新 看看 这里整个住宅部分 有16576尺 商业部分 4113尺 刚才看到的牛奶冰室 有2206尺 合共20689 来以1.5亿 去除一除去 整体是7250尺 但是现在商业的部分 我们大概收租 也有16万租一个月 这一部分又如何计算呢 在计算前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 Location Location 常说买的Location 很重要 其实Location 在哪里呢 OK 看看 这是Google Map 这一条 阿士甸道 这一条 眼前 牛奶冰室 这一幢大厦 这一幢 就是我们买了 那一幢 OK 其实也是一个小的单边的铺 旁边一条巷子 通向山林道 OK 装修很漂亮 牛奶冰室 优质租客 生意都相当不错 我们说话 文雪 我买之前都整个星期在打等 看看是否真的有生意 每天都做到六七寸生意 都不错 所以这个租金 我都可以预期是相对稳定 好了 再和大家看看前小时有什么位置 走前小时有个Starbucks 刚刚遮住了这里 回回头 这里有个Starbucks咖啡 这里就是 古色古香的尼敦道 这里是影楼 我当年读理工大学经过这里 前面就是理工 再向前限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尼敦道 右手边是左敦地站 这里是恒风中心 左手边这边就是尖沙咀景柱 再走去就是尖沙咀 相当之地理优良的地方 我们也觉得挺不错的 说回 现在的商业部分铺位 都有差不多16万的租金收入 现在都是套用 李根兴 现在铺市的回报是三厘 虽然我觉得三厘是不行的 三厘应该没有人买 可能要高一点 姑且先当成为三厘 16万乘12 除以三厘 其实在地铺加上一楼的商业部分 如果用三厘来计算 是6400万 6400万值 如果我选择1.5亿 买这栋的成本 只剩下8600万 但上面的住宅部份 其实是16000多尺 除了16500尺 大概是5200元一尺的住宅 尖沙咀 这个楼宁 这些尺数 5200元一尺 其实是相当之低水 5200元一尺 我觉得挺惊人地 相对股价 可能低水有四成 那么夸张的 如果说住宅部份 其实 地产的笋丢 一年 真的没有多少单 有些那么笋 即是回报那么高 尺价又低水 没有多少 那么笋的丢 对上一单 其实就是这一单 小弟 和大家认识一下 2022年9月 胜汇双部基金 李金铃 共居空间投资者 我本人 一亿就扣入 深水埗旧楼的单位 我们当时 买了 目标的这一堆 这一堆 这一堆 我们就住宅 Edwin 买了下面 整单的交易 就是这样的 当时 我们买了 5612平方尺 也是我们相关人事 扣入 当时 预期租金回报 可达5厘 事实上 我们差不多 做了7厘多的租金收入 当时 这个赤数 赤价 大概 也是 5000多 当时 深水埗南昌 今天 就在尖沙咀 有人问 Longer 这个时势 这个经济 现在的市房 你这么大手 入市买楼 你是真不是真 是否好看好楼市 等等 首先我必须重新 亿半 对其他人 我不知道 可能对其他大MASA来说 是相当小的钱 但对于我 是很大 很大 很大的钱 所以 投资 对我来说 相当之谈慎 你当然要了解清楚 对不对 数学 刚才和大家说过 数学是怎样计算 等等 但是数 老实说 人人都懂 回报是多少 赤价是多少 低水是多少 借多少钱 大部分人都知道 但是 入市 当然也希望赚钱 将来的楼市 你怎样看呢 Lawrence 我也想在这条片段 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 小小的想法 OK 好了 楼市气氛 当然是差 对不对 见到罪人的新闻 都说 虧仰 这个又说虧多少 40% 那个又说虧50% 买了楼 都没什么好 结果 近这几年 甚至乎楼市 跌到 2015 16 这些水平 差不多是近十年 买楼 没人赢钱 接下来 很多人的想法 就是说香港已经不复当年用了 楼市会不会再升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质疑 与其这样 不如说一下 我自己的看法 事实上 我们有些客观的数据 真的 不是这么看好 其实我自己 短线 特别是这一年 都不是很看好楼市 我觉得 今年的楼市 有机会 跌多5% 这样 那些人立刻问 Lawrence 你现在入市是干什么 我首先 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 捞底 真的 不会捞到 绝对的底部 当你所有 见回正面 新闻有正面的时候 其实 楼市可能 已经升了5% 跟股市一样 是否真的 你可以在 14000多点 恒生之税 低位时 拼到反弹 然后 Capture 19000多 这段 的升浪 我自己 很有保留 不过 我和高呼 大家 现在可能 以熟能长 很多新闻都听到 一些想法 第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很多人就说 香港的人口 就少了很多 对吗 很多人都移民了 英国好 美国好 澳洲好 加拿大好 很多该走的人 就走了 未走的人 可能是 未有能力走 或者都准备走 有几十万人 就走了 香港的整体 人口数 跌了 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需要争辱 也有很多人 说 年轻人都打算移民 甚至年长的一代 六七十岁 准备退休的人 都说想 卖香港的房子 回大湾 居住 很多人都觉得 楼市大跌 人口下跌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会不会有很多人都想 拿钱走 把香港的资产 拔走 港元离开 可能转人民币 或者去英国 美国 等等 第三件事 就是经济不好 很多人 星期五六日 已经回大湾区消费 香港晚上 没人消费 以上种种 你和我相信 大家都看到 当然 不是新闻 经济那么差 可能房子也不会跌 差的一些 我们先说 有些人又说 看什么呢 第一 人口很多人走了 是的 但也有很多人口 补充回来 包括高财通 投资移民计划 等等 也有很多大陆人的流入 不要说构极或构建香港人 事实上 很多人口准备流入香港 有几个原因 第一 香港的税制 简单 相对上税 都是低廉的 第二 就是 资本的流通 国际的流通性 等等 的确是被大陆的吸引 所以 很多人口 在大陆 会流入 对不对 第二 就是什么呢 楼市这样跌 可能也跌到 和大湾区的差异 就不是很大 OK 整整一下 屯门 北区 等等 和深圳 即真是深圳 南山区 蛇口 等等 都不是差很远 当然还有水平的分别 但不是差很远 没有以前差得那么多 因为香港的楼子跌了很多 有人会觉得 未来就香港有机会 可能 从事后升上去 当然 如果大陆的楼子又升 香港的理论上 都应该会再多 对不对 这些就是看好的人的说法 但你整体研究很淡 我觉得 淡的淡小 即淡有 多过好有 导致到 现在的楼价 一直都不停向 这是不真事实 我也同意 但是 买楼 不跟买棵菜 也不跟你买股 不是买股票 可能买股票 几万元 十万八万 对不对 但是买楼 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以百万计的投资 所以一定要谨慎 有三件事 一定要想想 三件事 第一 如果你买楼的时候 一定要问 租金的回报 高不高 稳定 OK 永远做所有东西 希望各位 有一个正的现金楼 千万不要买楼 是什么 收租 少过你供楼的钱 那就很危险 不要做这些事情 你有什么时势差 或者自己有失业 你根本捱不住 所以我希望看到一件事 总言 你买楼借钱 还是不借钱 我希望 一定要看到 收租 必然要大 你的公楼 或者你的公楼的利息 这是第一件事 一定要考虑 正现金楼 第二 要考虑杠杠的水平 现在一些自住的楼 可能做到九成的按揭 放得一成的首期 用一百万 可以买一千万的资产 这叫做十倍杠杠 杠杠越大 当然风险就越高 不过 升起来 你的回报也高 是不是 不过 升跌 永远都没有人知道 大家都没有水晶球 所以你能够守得住的前提 一定是你 第一个点 就是你有正现金楼 刚刚说 有正现金楼 杠杠的水平 第三件事 当然就是 你长远资本增值的机会 对我来说 任何时候 如果你都能够买高回报 高回报的楼 像我现在这样 例如你买到 六厘 七厘 甚至八厘 一些物业来收租 环顾全球 甚至在美国 一些建筑成本 占楼价 大部分的国家 整体回报率 都是 八厘 九厘 左右 官乎日本 六厘 七厘 是这些水平 但注意 那些地方 地价 以及建筑成本 建筑成本 比地价 很多 有两件事 建筑成本 以及地价 地价 理论上相对保值 而且相对稳定 但建筑成本 其实是随着时间会折旧的 即是你今天买新楼 其实两年后 就是旧楼 对不对 当一些国家 例如是什么呢 例如是 美国 例如是 日本 等等 这些国家 建筑成本 可能是 五千万一尺 但地价是 一千万一尺 买一层楼就六千元 但那五千元是随时贬值 于是 除了六千元 下跌的速度 相当高 仅然有一个高的租金水平 但因为建筑成本 是这样贬值 大概 就像买股票 除净 这头收息 这头除净 仅然你可能收八厘的租金水平 八厘的回报 但层楼就贬值5% 所以一加一减 大概只有三厘 这些就是在很多 美国、日本等 建筑成本相对大的国家 都有这些情况 但香港 暂时不是 香港是地价 以及建筑成本 这一刻大概是一半一半 没有其他国家那么夸张 所以我自己看 租金高回报 在香港 如果你能够买到 六厘、七厘、八厘 租金回报的 一些物业 我觉得你的防守性 都相当之高 防守性相当之高 当然 未来升值 今天你买有八厘 一千万的楼 有八十万租 好吗 将来如果一层楼有能力 升到二千万 其实也有八十万的租金收 下加买的时候 还有四厘的租金回报 仅然你升了一倍 下加买也还有四厘 这件事尚且是一个 合适的投资 所以 正现金楼 对于你的物业升值 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各位 但未来升值一定没人知道 但你现在做到几件事 当你计算到数 租金回报高 即现金楼澎湃 另外也计算到 自己的资金成本等等 另外计算 比同区的楼 都低水了很多 是一个笋教 其实你就会有一个 所谓的margin of safety 第二就是有正现金楼 其实有这两件事 对于你的投资 一个 中期或长期的 资本增值 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OK 除了你找资本增值 同时你也有一个 给自己 万一跌市的时候 食着现金楼 其实一样都很爽 一样都没问题 对不对 OK 我们自己觉得 经常说 撩底撩底 是否真是 exactly 被你撩到那一点 我自己觉得很难 我也不希望自己 会做到这件事 所以刚才那两件事 计算到有减价 有正现金楼 我觉得 在任何时候 你也有机会 可以出手 刚刚就说了一些 扭我们计算的情况 不单是这样 刚刚就 很多人来问我 阿龙是否说 看好楼市 我已经说过了 其实我在今年 楼价 我觉得都相对 应该会下跌 不过 我们做到 刚才那两件事 都没了 我们在楼市出手 因为事实上 讲就是这样 新闻等等 都是这样 会不会突然之间 有一个反弹 好像我们的股票 记得回忆一下 我们在14000 15000点 恒生指数 时 各位 其实你充斥着 在你的耳边 充斥着你的脑 周围 都是听到 负面的消息 OK 大家还记得 金融中心为止 你今世买港股 你前世做的什么 坏事都还清 大家有没有印象 在低位的时候 你一定听到 所有东西都是负面 没有好新闻 对不对 但现在 现在用了一个月 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已经回到19000多点 突然 负面新闻 好像没有了 不是 不是金融中心为止 买港股 原来会赚钱 资金 即是 立即有人问 是否可以高追 来回19000多点 再不入市 未来再升 是否好蜇张 立即听到这些问题 其实 市一升 立即所有新闻 留意一下 是完全 不一样的 负面的东西 已经少了很多 小小的东西 小小的变化 分别都很大 对不对 所以我对投资 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叫共识的故事 共识 早前 大概一年前 我都在Facebook 出过这一篇文章 我都想用YouTube 和大家拍片的时候 讲一讲 假设 我们一起坐飞机 遇到一个劫机者 这个劫机者 如果他劫持到飞机 然后撞下山 我们100个的乘客 全数都会来烂 好吗 如果我们 坐同一架飞机 我们是100个乘客 你见到有一个劫机者 挟持着机司 你觉得我们会怎样改 很明显是怎样 一定有一件事发生的 如果我们都不去还拖 不去抢控制权 我们全部人100个人都会死 想就是这样 实际上 你真的会不会有人 第一个冲出去 就按住这个劫机者 不断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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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他挟持到机长 那又是另一件事 为什么呢 走出去的人 就先死 会不会用什么 第一个冲出去 就被人一枪砸 对不对 我冲出去第一个人 我就会死 对不对 可能有一种质疑 我第一个冲出去 后面你班人不冲出去 又是我死 对不对 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就是 一百人 没有第一个冲出去 结果 就被那些 劫机者 成功劫机 然后就不知撞到哪里 对不对 很多时我们见到很多新闻 劫机的新闻都是这样 坏一样东西 就叫做共识 好了 这个共识 在人里面 是真的这么客人争 没有人想做 第一个跑费 OK 即是 套下去 我们买楼好 买股好 跌到14000 楼市又是这么低的位置 充斥住的 又是负面新闻 对不对 如果我第一个冲出去 我去买楼 其实很容易做炮灰 因为万一它再跌下来 我们又死了 整件事都是这样 投资的角度 如果我们玩心理 我们刚才说过 玩心理就会这样 没有人在低位 愿意做第一个 控制劫机者也好 投资买楼也好 没有人想做 所以不论股市大跌 期间 还是楼市大跌 期间 总之负面新闻充斥着 没有人愿意做第一个 冲出来 去接货的那个人 事实上是很少这些人 我也不是说 我是第一个 走出来 尝试去接货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样 当一件事 共识出现 即是说 大家都觉得 楼市或者股市 未来是会升值 只要出现一个这样的共识 其实大家有会一窝蜂跳出来 好像我们股票 从14000点 到现在19000点 只要有共识 大家都是低位 之前跌得太浓了 很多 内银股 9厘息 其实也很便宜 一窝蜂就爆进去 什么东西就升上来 负面新闻又立即不见了 那楼有没有这些机会呢 我当然也不敢说 但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共识 在市场上一起出现 市场的购物力一下就会出回来 OK 当然 去到那一刻才来买 你可能会追贵了货 以上种种 我说了一些故事等等 其实都是想说 投资的时候 当然大家都没有水晶球 不知道它会升会跌 但有 两件事 各位 特别是 在投资的时候 有两件事的想法 投资很重要 第一就是你买楼 有没有正数的现金楼 我们希望是什么呢 收租一定要多过你供楼的钱 于是你才有防守力 OK 无论什么市场 坐着来收租 你每脚都有正数 就不会有供款 不会有银行 迫你还款的压力 相对小很多 第二就是你计算的时候 究竟有没有一个损价 偏离了市场 例如市场买了一万元 你总不会用市价买的 市场卖了一万元 你也很想 有没有九折八折 甚至七折等等 可以买到一些市价的损货 其实 这两种投资的理念 放在楼里也行 放在股票也行 股票当然也是这样 我们是 继续现金楼 继续一些损价 都令到我们的同学 一万四千多点 一万五千点 已经获利了 来到现在 获利都已经相当之多 我自己就用部分股票的资金 转头一些楼市 希望都能够成功 捞到这底 纵然捞不到底 我们收着的租金 一样都会很开心 以上就更新一下 我们最近 楼的投资 的想法 希望将来我们有这个机会 事实上也会来 我另外还有一单 在这个频道 再说 另外还有一单 我们目标有二十个 住宅的单位 我们希望有一个很低水的损价 买到 有什么消息跟进 再跟大家更新一下 希望各位这条片段 学习到一些地产 投资 买楼的一些想法 好吗 感谢大家 下条片段 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黎家穎 是有多年交易经验的 全职daytrader 现在我每星期二 晚上10点半 都会在 Boss My YouTube channel 做直播 daytraded 纳指 我除了会在直播里面分享 daytraded策略之外 也会实践一窗 以最赤裸的方法 验证交易策略 行通 逢星期二 约定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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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